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一開始先跟所有朋友說 今天我們調節了部分的股票 準備更大的換股 調節了部分短期的一些個股 讓我們其實每天幫各位計算的勝率 由78再次提升到82 那麼整個勝率在網上來做一個提升 以今天的狀況 還有可以跟各位報告的 所謂的好消息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多空轉折真的都在我的手上 各位注意 今天一開始一定要先鼓勵大家 如果你看別人的節目 感覺到很悲傷 如果你看別人的節目 發覺整個口氣完全不同 我覺得有一句話 大家可能要稍微想一下下 做股票靠的不是只有所謂IQ 那麼EQ 情緒控管也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注意一下下 你今天去看一下節目 我今天先講了 很多過去在這段時間裡面 跟你講被動元件的 有的是從1300塊就開始跟你講 有的是從左邊講到右邊 每天都在講 特別是這一波黃靖哲 從8月13號開始大力的搶進 所謂華新科大力的搶進 8043的密忘石 大力的搶進 2327的國劇等等這個地方 我開始跟各位講說 第一個反韓又出現了 很多人也是講得非常大力 反正我講了 他就在後面跟著講 沒問題沒問題 注意喔 今天節目一開始要先跟各位說 你沒有發現 今天有很多節目 非常的悲觀嗎 還告訴你說誰打電話來了 所以他幫他停損了國劇 其實我現在話跟你講明白一點 如果你看到有些 本來在講多被動元件的 然後今天有講說誰打電話來 觀眾朋友打電話來 幫他停損被動元件 或是漲價概念股的 其實他絕對不是有觀眾朋友打電話來 他是停損他們自己的股票 講給自己的會員朋友 聽你說對不對 因為很多會員朋友 可能跟著他買在1000 跟著他買在900 所以現在已經受不了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只要講個故事說 你看新來的我都停損了 所以舊的我也給你停損 你說對還說不對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當你看到這樣的節目 而且我一直跟你強調 如果你要看漲價概念股 如果你要看多空轉折的話 一定要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沒有任何套牢 一定要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沒有任何套牢被動元件 甚至漲價概念股的人 你說對還說不對啊 工銷市場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套牢的人一定講對自己有利的話 各位啊 我今天必須要講一句話 那也有人今天跟你講說你看 做空大獲全勝 我問你一件事 從第一天就開始空 空到這邊到底有什麼好開心的 頂多是本錢快要回來而已啊 你沒有發現嗎 頂多是本錢快要回來 你真的是這一天空的嗎 你把節目調出來看看 從這裡就開始空了 它是24小時每一天不斷的在空啊 我跟各位講說 這種死多頭跟死空頭的節目 你真的都不要看 因為最後呢 多頭空頭是一回事啊 不好意思啊 這很難聽啊 死的是你的錢啊 對不對 哇 所以我要問各位一件事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今天啊 大家一定要從情緒這個地方 來觀察市場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那今天我們先從所謂 漲價概念股 你最喜歡聽漲價概念股 我從這個地方來破解啊 那大眾一直在這個地方啊 我也乾脆公開跟你承認我還有啊 只有做一點點價差其實還有啊 我問你一件事 它根本就沒有漲沒有跌 請問空頭你在高興些什麼 你只有不斷在放空累積這些籌碼 因為融券不斷在增加 那個融資一直在減少 多頭你到底在悲傷什麼 所以請你注意喔 會不會人家沒有動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謂敵不動我不動啊 市場產生了過度悲觀的情節呢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喔 所以我說過 今天是來跟你討論你的情緒啦 第一個前面通通沒有嘛 所以你在低檔的時候開始買進去嘛 第一次破600買進去嘛 哎唷老師你講出國家機密了 我說什麼國家機密 第一次破600買進去 各位看到沒有 拉上來的時候你賣掉三分之二 今天又回到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認為一件事情啊 先說回到這裡好了 多頭你在 空頭你在高興什麼 你除非從這裡空下來 這裡我一直跟你強調 沒有什麼龍券啦 大部分從這個轉折開始 才龍券增加 不然這個龍券不可能減少 這是一開始的基本龍券 從這裡開始才是散戶龍券 從這裡開始空有賺錢嗎 還是沒有什麼好高興的吧 多頭你是在傷心什麼 第一次上去下來這很正常啊 這次更明顯了 這次還有接近15%的一個差距 你看這邊分析的時候笑嘻嘻啊 今天分析的時候哭靈都在哭了 所以今天凡是敢跟你說啊 它什麼被動元件按照紀律啊 還是什麼漲價概念股什麼按照紀律啊 我跟你講那個最沒有紀律 因為它可能早就應該要砍了 現在覺得沒有希望才砍 但是我認為這次砍的過程當中啊 那是個好事啊 我認為市場真的過度悲觀啊 你為什麼過度悲觀 哎唷環球晶的營收啊 哇創新高耶結果咧 其實結果還不錯你 結果至少今天還是紅的啊 環球晶今天紅了 我問你一件事你多頭在停損什麼 在悲傷什麼 所以我說過今天整體性的情緒 絕對大有問題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發現別人的節目 不管是講多的或講空的 可能那個節目你都必須要經過檢驗跟檢測 因為最重要一點是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進場做多 甚至呢假如你放空了 你有沒有補空之後再去翻多 我認為這個所謂8月16號 是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而我是唯一有這麼做 我相信這兩天再把節目再調出來 讓各位重播一次好了 漲了580點 跌286點 親愛的投資朋友 大概漲是跌的兩倍 我問你你到底在悲傷什麼 所以各位注意啊 我認為行情過度悲觀 怎麼說也比這裡好啊 怎麼說也比這裡好啊 各位這裡的時候 華新科在跌停板 各位啊 這裡的時候各位看到沒有 環球晶啊 後來還繼續跌 今天你至少可以看到這些漲價概念股 起碼都慢慢的有點踩煞車的味道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 或許今天會有很多人 做出最悲觀的一個決定 在一到兩天之內 我昨天就講了一到兩天之內呢 你就會看到什麼叫做 為什麼是漲580點之後 指數還能夠停在這裡 各位注意啊 今天真的是最悲觀的時候啊 各位還記不記得年初啊 過年以前最悲觀的時候 股價來到多少 股價來到這個最低點的一個狀況啊 現在的投資朋友 來到前面啊 比這個還前面這裡 這裡 最低點的狀況講了什麼 金正恩說他要丟核子彈啊 我說核子彈不可能丟啊 丟下去的話 不是只有美國人死啊 連隔壁南韓的人也死光 日本人也死光 台灣人也跑不掉 因為丟核子彈是地球毀滅嘛 但是股票市場沒有世界末日啊 各位來看一下 2000億貿易戰核彈高旋啊 他說這次的貿易戰如果丟出去的話 美國跟中國就跟中了核子彈一樣的經濟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啊 用語就已經看得出來 這已經到了最悲觀的時刻了 而我也告訴各位一件事 往往拿出最恐怖的武器的時候 就是要和談的時候 你說對不對啊 然後真的要講到什麼幫派談判嗎 幫派談判很多都是拿出最恐怖的武器的時候 我就坐下來談嘛 電影常常在演 我相信這是常識 但是請各位留意啊 常識呢 往往你手上有拿到股票 跟你手上是空手 賺錢跟賠錢的那個反應是不一樣的 當我在賠錢的時候 銀貪輸擊 哎唷我輸了好急喔 一看到說大力光創新高耶 哎呀怎麼沒漲 不得了 所有的股票開始砍了 砍完之後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搞的 為什麼他弟弟陽明光 這他弟弟陽明光啊 光學股應該是影響最大 對不對 各位看到沒有 光學股應該影響最大 為什麼會拉尾盤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 說不定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明顯 你必須要注意到的訊號 國劇又衝破百億大關 哇第三家了 2492華新科也是不好 6173信倉電不好 2327的國劇創新高也是不好 2456的奇力金還是不好 我告訴你一句話啊 你以為不好嗎 來 今天請注意一件事啊 大盤從這裡往這裡啊 營收再好也是不好 我再送你一檔也是不好 結果今天已經開始不好啊 對不對 大盤要回黨 前面還跟你講說什麼 川普要做什麼什麼什麼貿易報復 你再搶什麼營收創新高當然沒效啊 但是假如呢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警報解除啊 你說真的不好啊 你說真的沒有效啊 它的本益比只剩下7倍左右啊 因為國劇你算算看嘛 前半年賺35塊嘛 後半年有人估50塊嘛 算他80塊就好了不要太多了好不好 你幫我算算看啊 86 48 87 56啊 88 64 7倍多而已啊 比大力光還便宜非常的多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請各位留意一下 股票市場裡面有些東西喔 短期喔 短期你還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那邊表演 哎呀你看我很能空啊 哎呀你看我多方挺損啊 但是呢 一個真正的空手者 一個真正願意能夠看清楚籌碼的人 我這幾天都沒有跟各位改過 融資減幅大國大盤減幅請問各位 這不就是正確的低點了嗎 我問你10606 是不是就是我幫你喊出來的 標準的低點 我現在跟你講說最好是 跳空在這下面一點點啦 其實我已經講了兩天三天了 昨天在哪裡 昨天是9月5號在這裡 我說應該要到這個地方 出現一個亮縮 消消止跌 那時候你現在已經看到 融券到昨天增加14% 融資呢減少7% 這個市場還不夠悲觀嗎 我認為這個市場上面 現在大多數的人 都在看放空的節目 我勸你真的不要看 因為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看了呢 他給你誘惑 今天便宜給你 我將來會翻多 錯了 收那麼多空單來了 一定叫你停損放空啊 聽到沒有 今天很多什麼被動元件的 什麼都在跟你講 哎呀我幫你停損 他哪是幫你停損 他幫他自己 幫那個什麼 幫他的會員朋友停損 他不是停損這個 我問你一件事 假設我今天說 老師 老師跟各位說個 對不起啊 587塊買進國具的 咱們通通賣掉 我會員朋友你都打電話來幫他說 老師啊高點你為什麼不賣啊 害我現在只有賺2塊3塊 我需要那麼悲哀嗎 那一定是買在這裡的嘛 才會 哎對不起啊 哎呀好痛啊 哎呀怎麼樣 人生本來就有成功失敗 哪有可能說 每一次買進去都大漲 對不對 我今天就算跟你講說 華興哥我出掉了 我還是贏家 一定是買在這裡才在挨嘛 各位看到沒有 注意喔 昨天也是這麼講 今天還是這麼講喔 注意 請各位留意 今天的訊號又更多一集了 這裡是41.2萬張 這裡是1728億啊 龍券創四月份以來的新高點 融資創四月份以來的新低點 所謂四月份就是上一次 什麼丟核彈的那個月份 都意思了沒有 所以為什麼要從四月份算 因為中間還有強制回補 我們簡單講就是 以這一波行情來說的話 這裡的低點 通通都沒有這個現象 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都沒有這個現象 只有這個低點 你看 融資以為創下 跟104780一樣低啊 融券餘額啊 創新高 所以你看很多放工的人 好開心啊 好像說他電話很多 告訴你最好不要打 打下去的話 不好意思講 後面可能又是 你要被強制回補啦 難道沒有經驗嗎 等著又被強制回補囉 知道沒有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啊 來 這裡呢多次出現了 逆價差收斂的狀況啊 所以請你注意啊 當這個行情逆價差在收斂的時候 代表低檔是有人慢慢做多了 股王大跌日 強股起漲時 我今天這句話給你留下來 歡迎所有朋友 想盡辦法跟上黃靖哲 今天呢 我們這種高出低進啊 又做到下一次的機會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其實呢 早就規劃好了 等一下一起來看 漲價概念股的未來 好 好 好看弄在這裡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我還是跟各位講一件事喔 做股票安德烈科斯托蘭尼 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誰的話 就當是我們講的 沒有關係 意見完全相同啊 我們說過 你一定要所謂的就事論事 有條件的情況之下呢 有條件的情況之下呢 來判斷多空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這個行情的月KD指標 在8000點附近呢 做了一個向上交叉 從8000點一路漲到 11270點 我們就當這一段 才是合理就好了 請問一下這一段時間 從8000點到 11270點 你有看到KD指標 向下交叉 還是瘋狂半空的訊號嗎 沒有吧 可是很多人到了9000點 到了9500點 就幾乎全力都在喊空啊 你看那個節目空 都是這樣子講 每天都在喊空啊 然後大家還以為說 這個地方真的要掉下去 我問你一件事啊 是不是又向上交叉了 這是第一個重點啊 第二個 這邊你憑什麼空啊 所以我說過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所謂的多空有據 懂我意思了沒有 你這邊空的話 結果黨黨都被軋空 一點意思都沒有 就算你現在在講被動元件 這一段你也不應該空吧 這很清楚吧 從300到 從300塊錢到1300塊錢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去空它啊 所以各位啊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裡面 會有一個很自然的心態 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爬了很久的山了 就說啊 爬了很久的山了 就一定要下山 這個是絕對錯誤的心態 萬一你只爬了2000公尺啊 玉山有4000公尺 那怎麼辦 那你叫做預設立場了 懂我意思了沒有 有人說爬一爬 好像前面的人沒有動了 所以你就下山了 或許它就是在盤整的過程啊 我也可以告訴你 如果看到說這個月KD指標 向下交叉 或者你看到說 這個所謂的融資餘額 看到沒有 融資不是減少的 是大幅增加的 融資是大幅增加的 而融券基本上是大幅減少的 剛好是完全相反 融券大幅減少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地方 我就可能就掰掰了 不要講了 那你就掰掰了 只是我一直跟你講說 這次的籌碼 跟以前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而且市場上面 進入一個非常絕望的情況 今天是連多頭啊 對漲價概念股 多頭啊 對本益比只有不到8倍的華興科 對本益比不到7 只有7倍多啊 這國劇都悲觀了 我說這怎麼悲觀的 來各位來看一下 來 行情都在我們的規劃當中啊 我說各位看到沒有 這叫漲價 你有看第一任的話 漲價呢 漲到去年10月份是最明顯 那時候DDR從一條4塊錢啊 一根4塊錢漲到多少 4塊錢美金漲到16塊美金 漲到16塊美金 漲到16塊美金 DDR3漲不動了 換DDR4漲 DDR4漲到的話 漲到35塊錢美金啊 DDR4應用輪不多啊 那時候就傳出來說不漲價了 不漲價了 掉下來了 不漲價了 掉下來 是這樣的一樣的道理嘛 所以被動元件也是一模一樣的啊 然後呢 各位看到沒有 但是呢 供貨還是很緊啊 因為到時候還沒有什麼低潤嘛 歷經也都還沒擴廠啊 你都還記得歷經吧 所以彈上去之後 再彈完第二次呢 然後又衝一個新高 為什麼會衝新高 因為營收不斷的創新高 因為營收不斷的創新高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各位看到沒有 在哪裡 國劇八月營收突破百億 營收不斷的創新高 創新高多久 創新高整整八個月上來 因為我賣的毛利很高啊 所以我賺的錢很多啊 所以我很早就跟各位講說 被動元件八月財報一定是很亮眼 話已經跟你說明白了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今天反正 被動元件講出來之後 財報一旦亮眼反而是拉回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看一下這個字卡 是事前的吧 8月28號吧 不是今天吧 不是9月開始吧 那會料想到 被動元件會創新高的人 請問他是買在這幾天 還是買在8月13號大家悲觀的 現在會了吧 一定是你在悲觀的時候 我才會去買嘛對不對 一定是你覺得說8月份營收創新高 沒有機會的時候我才去買嘛 等到大家都覺得8月份營收 一定會創新高的情況之下咧 請問一下會不會回檔啊 蛤會不會 大家都說營收一定會創新高了 會不會回檔 我是不是告訴你至少可以做到營收創新高的那天 沒有錯吧 是不是就是這樣的故事呢 而且呢我認為啊這個壓回啊不要怕 我認為啊這個只是純粹真的就是技術面壓回 後面還有因為下個月還有營收咧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是不是到了營收創新高出現的時候 就壓回了 但是各位啊這個壓回 我認為是很普通性質的壓回 因為再壞喔都沒有這天8月15 8月13這天壞了 這幾天的時候你說哎唷老師 國劇已經在漲了 華興哥已經在漲了 你看這支還叫做調降平等 要吃虧呢 看到沒有 那這個六四三五的大眾還在那裡 一支比較兩支比較多 現在又比較穩了 所以因為整個漲價概念股 現在有點環環相扣的味道 所以為什麼我在電視上跟各位講說 漲價概念股你要有觀念 我很想把它畫一張圖 可是我覺得畫圖呢 你會覺得是我黃敬哲說的 我知道一直拿南亞科出來講 因為還真的找不到第二家 這種第一個 他產品只有一種 他只有DM 他只有被動元件 你說我們拿這個來比就不對了 他一大堆 他們有一大堆東西啊 拿這個比也不對啊 人家從3奈米一到12奈米一大堆啊 所以只有他們是最像的 那兩個毛利還一樣 這個是55 這個是56 那各位想想看 現在供貨僅俏 現在供貨僅俏沒有錯嘛 你沒有聽到任何一個 所謂的跌價的消息嘛 就像這個時候 你聽不到跌價嘛 什麼時候聽到跌價 現在才聽到嘛 哎呦 花園長站在那裡 現在才聽到嘛 哎呦 跑去哪裡啊 總之你今天看到 我那個時候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哪裡轉落的就是他 我找給你看 我今天有帶過來 這裡看到沒有來 DUM大廠呢 8月份營收到163億 第三季渴望創新高 不過DUM正在 所謂的供貨轉向 供過於求 供過於求 四個字看到沒有 這是昨天的新聞喔 反過頭來各位看到沒有 華新科連營收創新高 這是這兩天的新聞啊 所以我說華新科現在還在這個位置啊 你會看到營收創新高 營收創新高 營收創新高 一直創 未來可能聽到創高 你看我講的準不準 如果你按照我的方式操作的話 我告訴你說 賣掉三分之二 很簡單 不用太多 那你這裡是 這裡就已經多少 126 200多咧 這裡呢 123塊 這裡103 很明顯啊 沒錯吧 這樣會了沒有 你說老師我還是不會 當然你還是不會的 有那麼簡單就好了 這一次啊 小心五個字形容啊 扮豬吃老虎 扮豬啊 吃老虎 小心一點點喔 我知道你手上空的絕對不可能是 是那個什麼 是大力光北有的要去空啊 那麼貴 搞不好是空這個啊 搞不好是空這個啊 扮豬吃老虎啊 我們從光學概念股已經感覺到了 還有誰啊 大盤這麼弱 扮豬啊 川普要幹嘛 我告訴你這支股票一直長一直嘎 扮豬吃老虎啊 所以聽我這句話 今天這集節目恐怕整集都要重播 我還沒有那麼多時間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這真的是肺腑之言 因為我今天可以跟別人講一樣的話 哎呀你悲觀我跟著你悲觀 你反而會打電話來 我幫你做持股體檢打來幹嘛呢 你打去給他幹嘛呢 他全部都幫你停損 可能都是最低點啊 我直接告訴你 可能就在這兩天會最低點啊 差也差不到多少錢呢 我都跟你講這麼乾脆了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 注意喔 上一波行情 華興哥國際都有做到價差了 這一波呢 繼續跟著黃信哲做價差 等波段就是各位 你應該下定決心的地方 我估計稍接疏